我们也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游戏进行中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衍生品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金融体系 产生了越来越多不明确的交易 其实中央政府一直以来是知道 整个地方政府融资债务是有很多不明确灰色地带的 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在2014年进行预算框架第二次重大改革的时候 我们看和今年正好是十年之久 这一次改革的核心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解决地方政府的表白债务问题 当时地方政府是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提的中央政府怎么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 就是给你一个选择 你把你隐姓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成为表内债务 当时在2014年就已经提出了 这是43号文件的重要内容 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第一承认你现有的债务 而是用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债券进行再融资 当时中央政府提出的目标是三年之内 要消除所有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当时北京所提出的新的预算法案 是禁止任何地方政府机构分支机构 以任何的形式借款 不能向任何组织或个人提供任何的信贷担保 在国务院43号文件中明确地说 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无权代表地方政府借款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我们今天想到 有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解决 那显然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为什么2014年43号文件出台到现在10年 始终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问题还是这么严重 一点也没有解决呢 43号文件为什么就湿沉大海 一个回响都没有呢 这个问题怎么看何明先生 非常简单 你地方上你有这个经济增长的压力 地方上有解决各个问题所需要的资金 地方上这个政府的官员 如果他不渗透到这个经济合成中间 他就拿不到钱 他拿不到钱就没有办法了 完成你中央交给的任务 所以中央这个部门发一个命令 另外一个部门说 你要求必须做成这个样子 那没有钱 这个时候中央局势自己闭上一只眼睛 这个才是关键 用这个作者文章的分析就说什么呢 中央政府在整个的过程中手上一直有写 一方面是当纵火人 另外一方面又当消防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虽然是要求你地方政府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但是对于地方发展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没有改变 你地方政府的官员如果拿不出经济的成绩单来 那从你个人的履历升迁以后 还是你整个地方的财政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所以他就非常的扭曲 这样的一个扭曲之下 就提供了无数的这种法外的空间 这就是腐败的来源 这就是经济失控的一个来源 这就是现在鬼都搞不清楚地方财务的黑洞到什么程度 因为 你的他的 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超过了他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范围 但是你有要强迫他完成这个能力 你到底是哪个东西重要 自己重要自己的搞不清楚 对吧 所以我在说地方财务的问题也好 地方贪污的腐败的问题也好 地方现在经济失衡的问题也好 根子是在中央 中央根子又在哪里呢 就没有搞清楚 地方到底跟中央是什么关系 对吧 他是我中央的一个判决机构 比如说这个海南省 你一个意义上就是中共中央驻海南办事区 一个意义上是这个机构 海南的省委书记省长跟地方 毛关系都没有 今天这个时候哪个省长 明天那个时候哪个厅长 后天这个时候哪个书记 都是中央指判的 命令也是中央下的 但是呢 因为他完成你中央交给他的这个指令 因为他又没有钱 但是问题是他的手里有权 所以他就可以通过他的扭曲的权力 来去参与经济活动 是扭曲的权力参加经济活动 这才是中国的一个要命的所在 这些问题我认为 你继续讲吧 等下我来讲判材的死刑 那我们先说啊 这个中央政府呢 是一会儿当这个火上交友者 另外一会儿当消防员 自己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是变来变去 我们就看到2013年的时候 国务院发文号召地方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2014年之前我们提到 预算法案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要求停止一切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使用 2015年5月又发布了一项40号文件 40号文件又返了 又敦促金融机构继续向地方政府融资工具进行贷款 所以我们就看到啊 一方面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中央这么要求我地方政府呢 那我有我要实现的目标 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中央也是变来变去的 对吧 他变来变去他没办法发出他的指令 他没办法完成中央自己的目标 那么这是整个我们就说 这个关系扭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在2018年的时候 国务院又下文了 说目标是在5年到10年内 消除所有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 那么结果这个我们就看到 从2014年到现在 这几年的进程中 整个的这个地方 我们说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那么这个中央政府 也是希望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到底的运行情况进行一个掌握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要淘汰一些最弱的 明显资不抵债的 明显是成为地方政府 这个我们叫做 这个负类的这一部分 但是同时啊 我们就看到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既已经成为了市场上 某一种自力更生的综合体 同时也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共同方 又成为了保持信贷流动 和运营能力完整的某一种有益的工具 由一些地方政府啊 它现在变成是一个公共福利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持股机制 也有呢是一些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持股机制 而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太重要了 这就像我们说有一个病人呢 一直在输氧输氧输氧 现在你突然说不行 这个输氧器我有别的用 不能再这么输氧了 结果你突然把它的氧气管给拔了 这个地方政府撑不住了 整个地方政府撑不住了之后 那这地方政府是个乱摊子到底谁来接啊 这就是一个问题 而自从二零一八年以后啊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到底有多大 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神秘了 之前我们还看到中国政府发布一些文件 后来连文件也没有了 在二零二三年左右的时候 在官僚体系之内是流传了两份指导文件 一份叫做三十七号文件 一份叫做四十七号文件 从来没有公开公布 但是在中国内部的讨论非常多啊 你在微信上经常可以看到 有关于三十七号文件和四十七号文件 到底说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看到啊 很多地方政府现在面临的债务问题 这是不可忽视的 另外大家也知道 很多地方政府的这个城投平台资质是非常弱的 融资能力也是非常差的 那么到底怎样对于这一些资产进行 我们叫做整合呢 是不是注入更多的高质量资产呢 是不是收购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啊 是不是进一步拓宽城投公司的投资和融资渠道啊 等等等等 现在我们也听有封闻啊 说新一轮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审计又在开始了 要重新评估这些债务的范围到底有多广 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 一万亿人民币的债券 希望能够把地方政府的融资 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债务纳入预算 给他们比较低的利率进行再融资 最重要的就是这十二个 我们说十二个被中央点名的困难户啊 就是现在地方债务问题最严重的 但是这个效果到底会如何呢 如果像和民先生所说的 不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务上这个扭曲的真正的关系啊 不解决这个激励机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是不是这又变成十年后的这个一纸空文的43号文件了 这一点到底应该怎么看 这一次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现在是迫在眉睫火烧眉毛的事情了 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可能有可能整个的房地产市场继续进一步撑压啊 也是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最后一块板转 到底应该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伟大的美国啊 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麻烦一直推给后面 中国有没有这种机制 就是我们讲的发放所谓的诈捐呀 诈捐的方式就是把一些麻烦交给时间来消耗 有些事情他可能就是时间一消耗 一场问题就没有那么紧急 所以发放诈捐或者是用这个叫什么时间换空间 还是空间换时间的方式啊 来减缓现在地方上的这种紧急资金的这种危机的问题 但是这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不像美国美国它是个联邦体制 它的地方和和这个联邦之间的关系 在持续上经过长期时间的效量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种关系 而且地方在乌 它一直采取 也不叫地方嘛 就是州或者是下面的市政都采取这种要平衡的关系 这就使它呢 它黑洞也黑得不起来 它没有这个动力 但是中国就不同 中国是一个中央的王朝 中央的王朝老是要求地方怎么样 那以前是那种非常简单的经济生活方式 所以呢 你跟这个地方的军阀搞定了 这个地方啊 就是烧过一下这个 这个明知明告啊 送给你中央就解决问题了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一个地方银行的这种能量之大可以制造一个暑假印了 它是这么一个能量啊 一个沈阳或者是一个什么地方的一个系统 它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 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你地方的这种经济能量 这个地方性的这种商业银行的能量 它既没有监管 它也没有什么限制 也没有什么规范 我就不知道美国的这种地方性的银行啊 它和这个大银行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这个也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比如说 我有朋友在美国去办了银行 对吧 它是得主啊什么什么地方 我在长导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你长导这个银行 在别的地方就根本看不见这个名字 那我的意思是说 它是不是在融资或者处理这些范围之间 它受到了一定的这个限制 不像中国的这种你刚才讲 现在地方银行实际上已经把中央银行的这个大饼给吃掉了 吃掉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现在 现在吃掉百分之七十五啊 百分之七十五啊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整个这帮棋啊 如果从财学正道来讲是乱的 乱的 起因还是朱英杰所犯下的 但是更大的背景是 中央与地方到底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如果不理顺 这个问题就远远存在 中央到底是 地方是不是就是中央的一个分支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理顺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你中央的你好办 你进行真的全国一盘棋 甚至现在的全国统一市场 其实是一个思路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你中央来调配 责任也是你权力也是你 利益也是你 根本就不从这个地方 我一直提一个问题 有地方吗 你告诉我有地方吗 没有地方啊 从人事管理财数管理中央 你全部都抽走了 对吧 人事也是你 你愿意怎么调就调 今天你省委书记没干两年 又换成另外一个人了 另外一个人他前面烂摊子 他怎么办 对不对 他没有这个严肃性 他也不是选举 你鉴于省长省委书记 都是中央指判来的 鉴于财税 你中央都拉走 你为什么地方又成了这样呢 这个是完全没有理顺的一个关系嘛 所以我在说这个本质问题要解决 中央与地方的这个政治定义要讲清楚 那我们就看到 表面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是一个一团乱麻的这么一个债务问题 那么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猫鼠游戏 但是和民先生说啊 其实经济问题本身是个政治问题 中央和地方到底是怎样的一段政治关系 以上呢就是本期 本期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思想线区报道全部节目 下期我们再会 анием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回路行码 数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